OK 現在我們來抽一下八圍弩奈黎 今天我們來抽一下八圍弩奈黎 那他的英雄跟他的裝備 到底我今天的22000抽呢 22000賺 也就是差不多80抽吧 總共是80抽 到底可以連鑽 角色連鑽 到底有沒有辦法呢 OK 等一下我們就繼續 然後至於他的詳細資料呢 至於我的解說 我會放在後面的片段 OK 有興趣的話可以繼續看下去 抽完之後你可以繼續看下去 然後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啦 直接先抽角色 OK 第1個實驗抽 有沒有 既然是搖壺嘛 那就畫個 8個尾巴嘛 對不對 1 2 3 4 5 6 7 8 5 10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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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白白白 水 有沒有 第10連抽就有了 OK我們可以收工了 有沒有 我追歐 有沒有我歐了 第10連抽就歐了 有沒有 好我們看最後一隻 有沒有 有沒有多個50顆碎片 50顆碎片會沒有 有沒有 哎呀 光綺 我組帳號就一隻光綺了 現在給我想要有一個 光綺是怎樣 OK 就是沒他的專武 OK 竟然抽到角色了 我們就直接來抽 喔 專武啦 現在還剩下差不多70連抽嘛 對不對 70連抽 第1抽 OK的 哇 沒有貼紙耶 寶珠的話 就畫個圈圈 好啦這不用看了啦 再來 第20 第20 算20連抽啦 專武的20連抽 第20連抽 喔 有貼紙喔 然後畫個小圈圈 還有一個這個 沒有咧 沒有專武咧 這什麼 這根是什麼 花籃喔 花籃喔 還又不是專武 哎呀 第30連抽 抽完嗎 還剩下40連抽 哇 雞雞了 沒有咧 沒有咧 先跳出來再進去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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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來一次 它的怎麼畫 一個圓圈圈然後中間再畫一撇嘛 對不對 對不對 OK 哇 又沒貼紙 一個圈圈 好啦沒有啦 也沒有二星專武咧吼 OK 還剩下幾連抽 差不多30連抽嘛對不對 抽下去 喔 這次有貼紙了喔 噢 這次有貼紙了喔 搞不好有喔 圓圈圈 記住 然後再一個花圓圓圈圈 OK 可惡 沒破的咧 雞雞了咧 雞雞了一次咧 沒半隻專武咧 連二星專武都不給我咧 剩下 20連抽了啦 拜託可惡專武咧啦 角色連專啦 拜託來個叫 可惡 可惡 沒有了啦 這什麼 有個廢物 好 最後10連抽 我出發 沒拜託嗎 我出發這件事 比我多多了 我最喜歡有的地方 五個角色 三個角色 然後他有他的專武叫做自勝寶珠 如果你有連專的話 武器等級 然後再來是突破極限武 這些就比較難了 攻擊時有10%的機率 支出增強的弧珠 有就是說有可能多個50%的攻擊 然後他到了68級滿等的 他的攻擊有到2100到2300這邊 然後在一般人不可能到68啦 除非你是大客啦 不然一般就最多叫63級而已 也就是1900到2100 然後召喚狐火並持續 去向敵人投擲 將敵人陷入消沉的狀態 然後攻擊傷害呢是140% 恢復時間 吸敵時間啦 就8.5秒 這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然後他的攻擊狀態呢 你進來這邊就可以看得到了 他放大絕 這很簡單啦 嗨 來看一下 八尾狐奈黎的技能 欸 他基本普攻呢是指出狐豬最後一技能 在目標的遠程防禦降低 依什麼挖克 然後持續什麼 齁持續幾秒不知道 這就是 官方翻譯的問題 這我沒辦法啊 再來他的連鎖技能 注意 這兩個 會在我連鎖技能 一個是消沉 一個是滯空 齁 在於怎麼連鎖呢 你可以嘗試一下 有時候是有連動性啦 他可能出現不到疫苗 所以就不見了 大家注意一下 不能說注意啦 就自己去嘗試一下 齁 這些我就不再去測試給大家看了 齁 所以他的連鎖技能呢 當魔法揮塑時呢 對周渣的敵人造成300%的 DPS的傷害齁 就眉毛傷害 那簡單就是一下而已嘛齁 然後呢 有病時 對有的 暴擊機率 提高10% 暴擊率 增加10% 帥耶 對不對 齁 但是只有持續10秒 也不錯啦齁 齁 然後 尾狐 獄敵呢 這就是你要達到五星的時候 才有這個技能齁 特殊能力齁 當被擊中或擊中敵人時呢 這個 防禦提高8% 持續8秒 這不錯耶 而且可以疊交到8次耶 對不對 8秒 對不對 8秒的話 8秒的話 8秒 64 哇 64%耶 你整整整 增加一半的防禦耶 對不對 齁 可是看到防禦 增加一半也就107 也就150多而已啦齁 當然你要加上武器啊 防具這些啦齁 還有組隊啦 啊組隊的話 如果拿放在 隊長的話 齁 像八尾狐這隻 齁 他是 遠程攻擊力加50% 齁 然後技能等級呢 啊技能攻擊力啦 加了18% 所以呢 如果你是圖攻隊那一雄 圖攻隊啦 你可以把它放在 隊長試試看 齁 你可以試試看耶 畢竟我沒有圖攻隊啦 我小孩也不是圖攻隊 OK OK 那我們今天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記得在下方按讚 按訂閱 掰 波子 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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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死了 啊啊啊啊啊啊